就是第一個 這個VPA的環境 其實我覺得這個VPA的環境 真的已經非常的友善了 如果你跟其他的環境 像Python比起來 我覺得用這個VPA 還真的是非常的friendly 而且完全不用安裝 一打開就有了 這一點應該是已經無人人期了 我還沒有用過哪一個開發環境 可以一打開就有了 每次都要裝一大堆 像微軟的Visual Studio 安裝起來 硬碟整個都爆掉了 裝了30幾GB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他裝了什麼東西 那如果你裝Python的話 如果你是用Honda的話 也是一樣 他一直裝一大堆東西 而且裝了半小時還沒裝完 天啊 如果用VPA我早就事宜都做完了 所以有時候 這個倒是他的優點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的部分 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 就是 那個註解 這個工具列 按右鍵 這個在哪邊按右鍵 在這個工具列上按右鍵就可以了 會有一個編輯 有沒有 這邊就有個什麼 使程式 假設你要這一段 變成註解的話 那如果你要取消 再取消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功能還滿好用的 可是那個預設值是沒用 要加進來 可能很多人都找不到 對啊 所以剛好同學問 我都順便 也不難找 在這個工具列上按右鍵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就有個編輯 點一下就好了 OK 因為這個功能還滿常用到的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如果 我現在先把這些刪掉 另外的話就是事件驅動 這個也滿重要 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點兩下 記得喔 程式一定要寫在這個地方 像之前有一個同學 還滿妙的 他說 他把這個程式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module裡面 所以他說 老師為什麼我怎麼ROM都沒有反應 有沒有 像我剛剛這樣ROM 他沒有WALK 然後他修個看 老師你看我有寫 我寫在這裡 你看 OK 應該知道吧 那我看到 我就 你把這個搬到這邊就好了 所以其實只要不要做錯 這邊把它貼上去 記得喔 是在這個位置 而且你會發現 他預設的話是PRIVATE 就是 不跟別人共用這個 而且它是一個SUB 意思就是說 當什麼情況下 他會觸發這個SUB 就是當這個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記得喔 也不要選錯 一定要選對的 選這個 你不能放錯 你放這個也不會WALK 所以一定要是放在這個 因為我是在VBA這一個 那怎麼判斷 基本上你可以透過 這個名稱 後面它有個刮弧 你只要沒有放錯的話 理論上 就不會有問題 所以同學有時候常常問我的問題 我其實也是摸不著頭緒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按照標準化流程 其實你只要程式盡量不要寫錯 那不要寫錯的方法 像我的習慣 我會有一個固定的標準化 SOP就對了 反正我的SOP就固定這樣 讓我寫下來 程式基本上也就沒有什麼錯誤 OK 所以你們慢慢也可以想一個方法 如何讓自己程式不要寫錯 那你會發現 寫的就蠻順暢的 蠻愉快的 一下就OK了 事情很快就做完了 所以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當這個WALKSHIT 底線Change 發生這個事件的時候 它會用什麼方式提示你 用Target 就是一個叫什麼目標 它給目標的物件變數 它就把什麼 當它有Change 比如說它裡面有個屬性叫Adress 當然有同意說 老師可是以後我想知道說 如果Change的是哪一欄的話 那怎麼辦 那你可以點什麼 點Column C-O 點Column不就好了 但是你要給它是數字 比如說第幾欄有變動的話 比如說第2欄就給2就可以了 如果第2欄變動的話 那你就是做什麼事情 也可以啦 或者點什麼 點其他這一堆的屬性 如果哪一列的話就點什麼 點Raw 這邊也有Raw 然後點Range也可以啦 反正這一堆 那我這邊是找到一個叫點Adress 那這個是我自己釋出來的 因為很多屬性 有時候不確定用哪一個最好 但我有時候用拆的 因為我要的大概嘛 所以我就可以把Target的點 列清單 然後我不確定啦 我可以先這個嘛 然後再按F1 我記得好像我會用F1 他會跳一個說明嘛 然後我就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屬性 他要怎麼用 傳什麼東西給他之類的 然後我再看一下 我就知道原來就傳一個這個東西給他就可以 另外有時候我後面不知道傳什麼給他對不對 有時候我的習慣在那邊設個中斷點 然後讓他怎麼樣 讓他walk一下 這個時候我把游標放在這上面 我就知道說原來你Target.hs裡面就放了一個什麼呢 H2 而且我還一直強調前後要有一個錢的符號 為什麼我知道呢 因為我是透過這個方式 我觀察到他前後都有錢的符號 有沒有 然後我就把那個東西放在後面也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可以先… 寫的時候我可以先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空字串就好了 然後我再把那個東西補上去 不就OK了嗎 所以有時候答案怎麼來的 就這樣來的喔 OK 所以你會發現 有些人說老師你為什麼都知道 有時候網路Google還不見得可以Google到答案 為什麼你可以知道 其實說真的我都是這樣的方式 我透露我的密集給各位 其實沒什麼啦 就是一個經驗的問題 所以這也是書本裡面 他不見得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我是因為我接觸這個平台 也超過20年以上了 所以我對這個應該都瞭若執掌了 他裡面有什麼我大概又已經知道 OK 太熟悉了 所以這個部分 最後的話就Call 班級就沒問題 如果是H2的話 那就直接執行 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他還有什麼 其他大概就是同學 我看大家資質都還蠻好的 大家都Run得很好 另外的話也可以搭配雲端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再進一步 因為現在這個需求 我覺得好像太簡單了 這邊的資料幫我放到這邊 可是一般我們是要跨工作表 最好是把一般就放在第一個工作表 二般就放在第二個工作表 三般就放第三個工作表 這樣的話比較合理 可是要怎麼做 所以接下來的話等於是什麼 跨工作表 而且是大家還蠻常遇到的 就是所謂的那個工作表的分割 也就是把工作表裡面 我要按照裡面的哪一欄做分類 OK 那怎麼分類 我先DEMO給你們看 我大概第一個啦 你要先做的話 第一個你要了解 如何批次的新增工作表 比如說這個地方你們可能等一下 要先在L欄這個地方 先產生一個沒有重複的資料 什麼叫沒有重複的資料 你把它貼到欄 那因為那邊有很多重複的 如果你一新增它變成一般一般 二般二般 那怎麼辦 可以利用資料裡面的什麼呢 移除重複 有標題確定 這樣子的話呢 從八個裡面留下三個 一二三班 第二個的話呢 我在利用什麼呢 讀取一般幫我建一個新的工作表 放在這裡一直往後放 類似像這樣 你看一二三班 最後再切回來 OK 然後再來的話 再把它刪除 因為現在一二三班裡面沒東西啦 我只是先知道 怎麼做這個新增工作表 然後再來學習如何刪除工作表 把一二三班的資料刪除掉 最後的話 重頭戲來了 我要把什麼 把一班查到的結果 直接就放在那裡 二班 三班 這邊的話 會配合一個功能 叫做篩選 程式不多 最後只增加兩行 然後再配合點Copy方法 就剛剛講過那個方法 所以增加兩行都是很關鍵 就可以做出我們要的效果 篩選方法就這樣 班級裡面各位應該有用過吧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那如果我要一班的話 你可以把一班打勾 一班就留下來 那我就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Copy到一班裡面去就好 然後再來什麼 再篩選二班 然後再把二班的資料 再幫我Copy過去 再三班 最後幫我把篩選取消掉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所以我試一下有個個看一下 這應該OK的 一二三班 一班 有沒有 二班 三班 感覺還滿不錯的 有沒有 所以你工作裡面很多都可以這樣做 你要做報表的時候 因為你報表不是全部資料 你要先把它分類 每個業務人 每個產品 每個銷售量 老闆每次問你說 報表什麼時候 什麼東西可不可以幫我分類 可不可以快一點給我 你什麼時候可以給我 OK 你說馬上 等一下又可以給你了 或者甚至你把VBA寫好 你就說老闆你自己按好了 對不對 馬上就得到 最後 他馬上就做判斷嘛 對他決策嘛 對不對 哪個產品要增加量 庫存要增加 不然中秋節到了 哪個東西 要先準備好 不然到時候賣沒有了 那當然你就等於是少賺很多錢 所以這部分的話 如何做到這個功能 待會我們會再來講 這三個按鈕怎麼做 非常簡單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當然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網路上或者是說 坊間的書籍也都有寫 可是我發現那些方法寫得非常非常複雜 你看完那個書之後 你會發現 這真的什麼這麼複雜 後來我發現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真的程式 剛剛講的那個部分只有兩行程式而已 但卻非常好用 所以待會再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可以先試試看 待會就是主要針對 如何批次新增工作表 跟批次刪除工作表 最後的話 再把批次新增工作表 再加上篩選功能